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 在我的身后呢 就是装载着天河核心舱的 长征五号碧摇二运载火箭 那现在呢 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已经全部就绪 5 4 3 2 1 点火 点火 起飞 进凌 1110 23分 15秒 613毫秒 今天11时23分 搭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 长征五号碧摇二运载火箭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约494秒后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 12时36分 太阳能翻板两翼顺利展开 且工作正常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天河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 发射入轨的首个舱段 主要用于空间站统一控制和管理 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力 可支持航天员长期驻流 开展航天医学 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起飞质量22.5吨 是目前我国自主研制的 规模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航天器 后续天河核心舱将先后迎接天舟货运飞船 和神舟赞人飞船的访问 在全面完成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后 与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实施交汇对接 完成空间站三舱组合体 载轨组装建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核心舱